你看这花囊那流的哪是河水呀 真名就是真金白银嘛 大家看眼前的这一条小河 看是普通 其实它一点都不普通 可以说是非常的神奇 中国叫的上名字的白酒 大部分都产自该河流域及其附近这一块区域 比如茅台 武良叶 建南村 囊酒 喜酒 董酒 卢州老轿 水井房等等 都是产自这一区域 而直接从这条河取水酿酒的 就包括四届白酒 有一个贵州茅台酒 另外还有喜酒 郎酒 董酒 檀酒 等等都是用它的水量的酒 你看这花囊那流的哪是河水呀 这分明就是美酒嘛 分明就是真金白银嘛 你以为这就完了 航军长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运动战役 四度赤水中的赤水 就是这一条河 好了 今天就带大家此地来参观了解 这一条位于川前边境山岗栏里面的 传奇河流赤水河 陆地贵州争议茅台机场 为了带大家实地参观这条神奇的赤水河 我从上海住茅台专机 抵达了茅台机场 然后又从茅台机场打私家车 直奔赤水河边的茅台镇而去 到赤水河岸边的茅台镇那 早上起来 推开窗户 一股浓郁的酒香味就扑鼻而来 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就是在 贵州茅台镇赤水河上面的桥上 这个下面就是赤水河 赤水河有多神奇 你明明是必不荡漾清澈见底的河流 为什么要叫赤水河 为什么赤水河又被称为 美酒河与英雄河 今天我就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 赤水河源于云南 主要流经贵州 最终在四川注入长江 是云贵川三兄弟共有的河流 你别看现在这条河流 河水清澈 与赤水红色的水市服完全不搭边 实际上赤水河在水流旺季的时候 河水非常的充沛 因为含泥沙的量比较大 河水呈现赤色 也就是红色 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 后来赤水河这个名字 又被它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和文化含义 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到 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含义 那么赤水河又为什么会被叫做美酒河呢 在赤水河流域及其附近这一块 被称为中国白酒黄金三角洲 在中国那些叫得上名字的白酒 有很大一部分都产自这个区域 比如茅台 五粮叶 建南春 狼酒 喜酒 董酒 卢州老轿 水井房 等等 而世界名酒 白酒界一个贵州茅台酒 就是直接取水于赤水河 除此以外 还有喜酒 狼酒 董酒 潭酒 也是取自赤水河的水样造 而仅仅生产贵州茅台酒的茅台镇 就有高达一千余家的白酒企业 从赤水河直接取水酿酒 而整个赤水河流域 从赤水河取水酿酒的白酒企业 那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你看这赤水河花了那流着的 这哪是河水 这分明就是美酒 就是真金白银 如此这样 我们把赤水河称住美酒河一点也不为过吧 而实际上美酒并没有让赤水河民生大镇 因酒而民生大镇的是赤水河旁边的茅台镇 真正让赤水河民生大镇的是 争议会议之后 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 与前来围剿的几十万国军重兵迂回驻战 伟大领袖毛主席 英明神武的采取高度激动的运动战风筝 创造了三个月内转战三省 六次穿越三条河流 其中传奇性的四度赤水 最终反客为主 牢牢掌握战机 歼灭大量敌人 以扫胜都 取得了红军长征战略转移中 具有决定意义的光辉胜利 也体现了伟人毛主席高潮的军事谋虐 以及强大的领导力 而我们中央红军四度赤水中的赤水河 因此也被称为英雄河 从此赤水河也被赋予了 另一种历史与文化的红色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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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